南投县议会召开第18届第6次定期会 会期总共30天 本次会议将针对县内多项公共建设 PM2.5空污问题 学生教育问题等公共事务进行审议及咨询 这次将为您带来陈淑惠议员的摘要 陈议员首先针对宣导毒品的成效、问题 向警察局提出咨询 县议员陈淑惠希望警察局 不要只有在公共场合进行宣导 希望可以多多与学校配合 但今年只有22场配合学校办理宣导活动 来做政议告示 但我在这里就来就交给我们少年队长 他你的经验 他在办的业务 你的选择 是在什么中所做到选择 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像台湘你办三对三的比赛 让我们警察局也去选择了 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就要交给你说 所谓选择的政策 对对象 你认为在什么政策来做选择 人们吸收这个地式 是选择最好的 一定是在选择嘛 是不是这样 是 因为三对三的比赛 不是我也去那边做开球嘛 我们都放一个汤匙在旁边 包括水服也有 卫生也都有 但是 有那个效果 这是我们的机子 我们的标语大大 实际 有去给你看吗 没有 就是只有学校 因为学校是由老师 校长 召集学生来面对面 尤其他们是在上口 所以 在我们五月份 你记得吗 在第二心杂小祖 也是很多议员 对着说 反读 学校的宣导 够不够 那时候我们有建议 一定要去学校来办 但是我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报告里面 到学校去办的 只有 还有结合民间团体 在反读反诈骗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 只有22场 成熟会议员希望警察局在做宣导时 要多多配合学校 除了警方以外 学校也一起努力 才能将反读 及对毒品的危害 向下扎根 而针对警察局 稀查毒品等案件 希望警察局要多多用心 重视这些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建议 人警察局 你要做这些选择 最好的就是在学校 你在其他政策 这些都成年了 他们自己要去选择 什么是威法的 什么是修法的 什么是对的 但是学校的学生 国秀 国中的这些孩子 没有法度有这个概念 智慧还分不清楚 所以 选择最好的对象 最好的政策 就是在学校 在这里我拜托 我们的警察局 在这个方面 偷偷来几位 偷偷来做到参途 让我们的一代 这些孩子 知道什么是威法的 这样我们队长刚刚也回答得非常清楚 局长 队长你请回 局长 这一点 做得到 所以在毒品这方面 在制度的方面 当然我们也有杜允党 不理督 要是同样 要继续做一个执行 维护 维护百姓的安全 尤其切斗 切斗 手锅 终终是贼毒 来营起的 家庭的破水 也是贼毒来营起的 这点车局长来用心 而位于水里乡有两条线道 分别是头131线 及147线的征收问题 应该路段 时常会发生汇车困难的问题 但征收需经由地主同意 若地主不同意 新议员陈淑慧希望公务处 朝区段分段征收来施作 保障交通安全 其实在水里有两条道路 就是131线 至147线 157线就是为水里的新人船 通往国袖 百姓家这段 在这两条道路 过去是我们 港部公务协议员陈淑仰 现在回归 让我们管理政府来做一个报告 我在这里建议 我们干部署 我们的陈处长 因为131线 过去真正有两个方案 也开过几次会议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 如果地主没法度来配合 土地没法度来同意 我们可以用 趋断分段来做 因为这两条道路 大部分都是 加大山而已 它不是双线道 有时候你飞车 三车 都是很危险的 那地主不当然 我们也不可以 因为地主不当然 一条道路 头头做的看一看 就能夹洗洗 不然又很看 这对教室来说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 作为趋断分段的来做的施工 拜托你们找建议 来施工 买日红来改冠 131线到147线 这个困难 你是在冬府这时候 我也向我们干部家来做一个建议 就是说 在土地没出力以前 又卡到建议的问题时 你刚才打算就是 131线交通量 交通量虽然是较少 但是 我相信你还是像 由洪川去水田 两个车在修乡 今天有时候是很不好修乡 所以我在冬府这时候 我建议到我们甘务处 要趋断分段来做到闭车道 这样时 就像我开车 我向前走很厉害 要倒退路 要抹车 我就不幸了 万一我来到车 我要怎么抹车 有一个闭车道 这样才可以办法 维抹到民众性的安全 而空污问题越来越严重 PN2.5对于人体的残害 非常的严重 更会引发其他并发症 先议员陈淑惠 对于台中火力发电厂 引起的空污问题 在定期会中提出抗议 除了空污以外 残留下来的煤渣 对于环境也造成污染 希望中央对于火力发电厂 所产生的空污问题 要向中部三县市提出方案 这个抗议不是对我们南岛 政府的抗议 这个抗议是对到 五岛的中央政府来做抗议 灰核 你要灰核 你要去启动配套措施 你把它用灰核 来做一个口号 现在火力全开 都用燃煤的 用煤来发电 煤渣怎么来处理 煤渣里面就是含有水银 研究人的调查研究 报告 很多海边 确实是说人的油温 只要吞煤渣水银 鱼是不是要死掉 所以煤渣里面是含有水银 疼害 疼害 很多移民又去捏魚 来买我们民族 这是二次伤害 火力发电 空污 空污当然有很多 包括台中 总统工具 他们在生产的空污 反射了 不比台中的火力发电更小 所以种种的空污 是环境来造成 但是空污里面 最严重的就是火力发电 所申生出来的空污 所以今天 今天在这里 再度 重申 中央政府 一定要对着说 我们台湾的佩生 尤其对着说 我们中部三冠市 这些人民 提出一个健康的補救 在定期会中 新议员陈淑慧 对于教育议题也非常的重视 陈淑慧议员对于 还同书包过重的问题 请县府当位要重视 不但亲自背上书包 也向县府提出建言 实在当 书包是有高党的 县长 你是一个好阿公 早上在孙子里设斥 我不知道你阿公有 做到孙子做阿嬷真吗 我孙子落楼下 拿车拍 阿嬷帮你提到大门 你看这个书包多重 我 我身高这么高 我配这个书包阿 这在教育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在教育上面 为什么让一个 国小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背这么重的书包 然后 你看这个 我这个是早上 听到我下面 是真实的阿 手要拨抹 所以我们特别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 你们看 买这个阿 我的孙子 独三年级 她的书包 要清费了 买到六公斤 手再拨一拨 在会中 先议员陈淑慧 也将书包 传递给县长林明珍 亲身体验 希望县长感同身受 可以减轻负担 避免造成学生阻碍生长 这只有课本 没有书座 没有铅笔 没有它要补习的东西 要很重 要不要很重 这样要不要来 稍微做一个调整 是的 应该 我早上 载完孙子 我在看他的书包 我问你书包怎么这么重 我就有感觉到 诶 奇怪 它里面是放上 放下重的 这个 这么多 这么多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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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就只有课本 课本 课本 这课本 不能留在学校 所以 这个就是 老师跟学生 共同 合同 学校来做一个规定 对 好不好 太重了 太重了 有用 是要拍照吗 你如果不做阿嬤 你拍照 我每天有在看我孙子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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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特别去跟 学校校长接人 请我们 教育处以及 我们的现场 共同团来努力 减轻 减轻我们 国小 国小同学 他们的压力 减重 他们的出发 现在 做得到吗 可以 这个我想 这个课本 这个课本 不必说每天一定要 背回去 如果学校 四周可以放的话 就放在四周 那么 学生要回去 温习功课 带回去就好 我想就不要 每天 这样背背来 背去 背这么一大堆 其实他这么背 这么一大堆的 课本回去 有时候不见得 每一本都看 所以明天 要温习什么功课 就请他 带哪些课本回去 随后 陈淑慧议员也指出 水里国中的篮球场 及排球场 不但场地非常老旧 地面所铺设的水泥地面 也有裂痕 而篮球及排球运动 项目都有跳跃的动作 若一个不小心 则会造成扭伤 甚至中断运动生涯 陈议员希望未来 可以朝改建 运动场为目标 不但可以提供 震荡的运动场所 也能提倡全民运动 一举两得 水里国中的篮球场 排球场 我想 对篮球场 因为本人 是 从国小就开始打篮球 一直打到 專科毕业 对篮球 真的有一种爱好 但是我每次去看人家篮球比赛 或是到学校去参观 很可怜耶 出长 你有法教吗 我们南投县的学校的篮球场 室外的篮球场 那个地面都是什么地面 水泥吗 金副市水泥地 对啊 你当处长 你有没有当你的妈妈 你说你的小孩 这个水泥地上面打球 多危险 所以我们未老在这边建议 炒改建篮球场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吗 因为 刚检疫人也讲了 全中运 成绩都退步嘛 为什么退步 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场地 然后 因为我们没有很优惑的奖励金 我们很好的选手都外流 只要把场地稍微修建 我们可以提倡全民运动 尤其 建篮球场是经济又实惠啦 一个篮球场 如果你是用皮油的 可能五十万就建起来了 但是一个篮球场 可以给几个人来玩 我今天跟你建议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来提倡运动 让小孩子有一个休闲 选一项作为休闲的运动 不要坐在 电脑头上算电脑 都变肉鸡了 陈淑慧议员非常关心 地方的大小事 不但反映 许多县府单位的小缺失 对于全国议题也非常的重视 先议员陈淑慧 希望县府单位能够倾听民意 才能打造美好难头 民意新温邱平易 专题采访报导